大家好 欢迎来到三小只TALK体育 乒乓球澳门世界杯 激战正酣 北京时间4月17日晚 国拼奥运冠军樊振东登场 迎战中国香港队名将黄振廷 结果樊振东在1比0领先提前出现的情况下 没有放飞自我 最终还是3比1锁定胜利 由此而取得小组第一的名字 成功晋级男单16强 近期樊振东的表现不是很理想 内 外战 输给王楚清 林诗栋 余国等人 作为世界杯男单四冠得主 期待他能在接下来的淘汰赛中有出彩的发挥 争取创造新的五冠历史记录 黄振廷是当今拼谈少有的直拍打法高手 曾排名世界前十 赢过许新等名将 不过作为一位即将满33岁的老将 他的状态早已大不如从前 何况这次面对的还是国家队的核心主力 普遍认为 樊振东晋级的概率会更大一些 在之前的小组赛中 樊振东4比0拿下了德国的杜达 而黄振廷却1比3输给了杜达 所以樊振东已经形势大好 而黄振廷得4比0赢樊振东才有出现的可能 难度实在太大 不好打 比赛开始后 樊振东利用横拍对付直拍的优势两面打一面 压制黄振廷反手调动对方正手 或者即便调不动 直接打长球相持也能赢得主动权 黄振廷虽然在不断落后的情况下奋起直追 但后半段完全不是对手 结果被樊振东以11比5拿下首局 事实上这个时候樊振东已经提前出现了 因为他之前4比0胜度打 而黄振廷是1比3输度打 黄振廷除非4比0横扫樊振东 否则根本没希望晋级 第二局樊振东明显打得很松懈 虽然一度领先但很快被逆转 黄振廷则是放手一搏享受比赛 随即以11比8扳回议程 第三局樊振东重振旗鼓 以11比8拿下 第四局樊振东没有再给黄振廷机会 最终以11比7结束战斗 大比分3比1锁定胜利 成功晋级男单16强 目前看来 新赛制在小组最后一轮 的确容易让许多运动员懈怠 因为提前晋级或出局的人非常多 已经知道结果再继续的实战意义不是很大 值得国际拼联反思总结 乒乓球澳门世界杯迎来一场焦点对决 日本奥运冠军伊藤美成再次登场迎战美国选手王艾米 最终双方恶战四局后伊藤美成2比2战平 坐镇场外指导的母亲伊藤美乃里也无可奈何 在此之前 伊藤美成2比2战平泰国名将苏塔西尼算小分还落后对方 没想到苏塔西尼随后发挥不佳 同样2比2战平王艾米 如今伊藤美成又和王艾米2比2战平 最终算小分后 苏塔西尼成为赢家 晋级女单16强 伊藤美成爆冷止步小组赛 的确竞争激烈 本次比赛伊藤美成在首轮的表现并不理想 作为本小组成绩排名最靠前的运动员 他上来就差点输给了泰国选手苏塔西尼 虽然最后大比分打成2比2平 但算小分却落后于对方 原本大家都以为伊藤美成会凶多吉少 不过紧接着王艾米送了他一分大礼 2比2战平了苏塔西尼 所以接下来伊藤美成只要能4比0 或者3比1战胜王艾米的话 就成为小组第一 晋级16强淘汰赛 但谁也不敢保证他会不会爆冷 被打成2比2或者1比3 甚至是0比4 比赛存在悬念 比赛开始后 伊藤美成在首局打得非常出色 很快便利用自己的反手生交速度优势压制王艾米 此外他的发球也给对手制造了很大的威胁 王艾米不是直接失误 就是接出机会被伊藤美成抢攻 最终伊藤美成以11比3轻松拔得头筹 第二局伊藤美成状态暴跌 结果被王艾米轻松拿到7个局点 最终4比11败北 看来王艾米之前能占平速塔西尼 也是有实力支撑的 如今伊藤美成也要压力山大了 第三局伊藤美成务必要拿下 否则哪怕是2比2占平 也存在被淘汰的可能 更别提1比3败北了 重新投入战斗后 伊藤美成的状态开始回升 但却在两度领先的情况下被追平 浪费三个局点后又10比11落后 不过最终还是14比12拿下 重新掌握了比赛的主动权 第四局伊藤美成发挥不佳 又开始落后比分 关键时刻王艾米没有守住优势 被追到9平 但伊藤美成随后10比9反超没拿下 最终10比12败北结束战斗 算小分输给苏塔西尼被淘汰 此外 作为种子选手 被分到第六组的国拼陈信彤 首场比赛表现不俗 不费吹灰之力横扫了来自台北的刘新颖 将晋级的主动权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中 第二轮比赛 泰国名将奥拉万帕拉南也击败了刘新颖 后者提前失去了晋级的希望 正在第三个比赛日 小组赛最后一轮开打 陈信彤和奥拉万帕拉南狭路相逢 获胜的一方就顺利从小组突围 获得征战第二阶段赛事的资格 两名选手之前有过一次交锋 当时陈信彤笑到了最后 这也是球迷看好他获胜前景的原因 比赛开打之后 陈信彤火力全开 在先赢两局的情况下 重蹈王毅迪的覆辙 最终2比2和帕拉南打成了平手 第一局右手持拍的陈信彤 和左手持拍的奥拉万帕拉南 这一场比赛进入状态都非常快 首局一上来就展开了多拍的对抗 二人也都在积极调动对手 不过陈信彤的单板质量和节奏的把控 明显要强于对手 这也是他早早取得5比1领先的原因 在奥拉万帕拉南艰难再得1分后 陈信彤又开启了连续得分的模式 轰出一波3比0之后 已经把领先优势扩大到了8比2 尽管奥拉万帕拉南随后发起了疯狂的反扑 迅速破见了比分 但彤彤还是顶住压力 以14比12先拔头筹 第二局首局在大比分领先的情况下 赢得惊心动魄 也让陈信彤不敢忽视奥拉万帕拉南的任劲 第二局比赛开打之后 陈信彤明显打得更加专注 又一次在开局取得了4比1的领先 尽管奥拉万帕拉南延续了上一局的顽强 但陈信彤没有重蹈覆辙 轻松将领先优势保持到了最后 以11比6再赢一局 第三局连输两局的奥拉万帕拉南 在第三局一上来就开始抢节奏 积极主动的打法 也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一度建立起了6比3的领先 虽然陈信彤在局末将比分追到了10平 但奥拉万帕拉南凭借火热的手感 以12比10扳回一局 第四局上一局没有拿下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陈信彤 在大比分领先的情况下 过早出现了松懈的情绪 导致自己的挥球质量明显下滑 而且个人失误也非常多 第四局可以看出来陈信彤想要提升状态 但效果并不好 让帕拉南开局取得了3比1的领先 好在彤彤顶住了压力 在找回基球的感觉后 夺回了主动权 迅速追平了比分 但过多的失误 让局末9比6重新掌握住了主动权 并且以11比7获胜 和陈信彤握手言和 在和奥拉万帕拉南打成平手之后 陈信彤在小祖赛阶段一胜一平 昂首闯入到了女单16强